疫情开航路 面对危险疫情 国际国库都尽量做到完成的工业出息 北京国庄为了将颍核心的健康 和核心来到高兴再来牛体温 较薄千年的症核心 发生的动作 要准备隔离高兴 让他们来丹台处来的人接送 经过国庄 即使温散和募集核心 牛体温的卡片 让他们随时也能用这卡片 来牛体温讲述他们自己的健康组织 体温自助量 防疫好棒棒 赞 大厦发出靠河 表达对抗疫的信心和万全的准备 二十五号开校 各级学校都为避养的钱 准备不就抗疫措施 除了抗疫每一位核心 在这里抗疫进行新牛体温 建国国庄为了高雷核心 尽共组合管理的意识 基本上让每一位核心 切抗疫的卡片 让他们随时能保持自己提问的变化 这次面对我们的新冠肺炎 防疫视同作战 那最主要我们是希望 能够训练孩子一个自主管理的一个方式 因为防疫的期间可能会很长 那如果一直依赖我们的学校老师的资源 那我们担心资源不够 但是我们希望训练孩子 每个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 然后能够训练自主的健康管理 所以我们每个学生都发一张提文卡 那就是让孩子随时可以去监测自己的体温 那发现到不舒服的时候 也随时可以去量体温 那因为如果说还去找耳闻枪 可能会很耗费时间 那我们希望用最简便的方式 那最少的资源 然后教育孩子随时去监测自己的一个体温 这也是一种教育的方式 在研究开后的两个星期时间 北港高中也接触推行 所为核实的交友系统 让老师和核心在广路上 可以进行扩定交流 更可以下切研 减是核实性格 无论是电脑、手机 都可以使用所为核实 效果是真好 也提早应变未来无天空的总控 不要当后到核心的割研 北港高中在新浪学习的这一块 这个系统已经准备了很多年 已经备好了很多年 那刚好因应这一波的疫情的需求 那我们刚好就顺势的来推出来 那学生的反应呢 也是比以前有更多接受的一个状况 反应也是非常良好 那刚好延后两周的开学 那学生有更多的机会 来使用这个系统 那也确实也知道这个系统的好处 那是无法学苦苦扫尽头 好好都要要求核心登高处休息 做和组合观力 在单台外面的人再送这段时间 保管高中也带先安排 道理告示 让核心休息 最后是留给一般外省的核心输用 无论是提起核心做好组合管理 要是好好把关 每一位同学的健康 甚至还有全大家扣押上的进度 都需要核心跟地方做会配合 这应做好方意 保护大家 记者 郑怡婷 彩虹博德